近年来大陆重庆多次遭遇洪水侵袭 为强化抗洪能力 当地政府投入人民币40亿 折合新台币176亿 推动排水系统改善计划 以前就是0.6米到0.8米的样子 现在这个管境最大的地方是1.8米 所以说它的过水能力 比之前提高了大概两三倍的样子 建下水道 盖高铁 中国大陆扩大政府投资 强化基础建设 是抢救经济的要方之一 除此之外 24号中国人行突然出手 要透过货币政策释出热钱救股市 我们将于2月5号下调 存款准备经历0.5个百分点 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1万亿元 提前预告降准 力道又超乎预期 激励上阵指数 护身300指数 25号全面开高 香港恒生指数雨露均沾 早盘占回1万6千点关卡 外媒彭博社报导 为稳住路股信息 大陆正在规划 新台币8.8兆的股市凭准基金 类似台湾的国安基金 最快本周内就会宣布 前澳洲总理对大陆经济信心满满 不过坏消息接二连三 根据最新公布的国际金融中期排行 香港再度从去年的第四名 调到第六名 狠狠被甩出全球前五强 虽然大陆射出四支建乡艇 包括深化陆港澳金融市场 互联互通等措施 但美国之音吐槽 受政治因素干扰 网友讽刺的国际金融中心移植 恐怕将变成废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